詞曲 曲 李宗盛 李宗盛 馬祖寺杯 大家好 網路同修來問到一個問題含有期 他說到馬祖廟去 上面的正殿上面做著町點麻 町點大麻 尼麻 三麻 四麻 五麻 六麻 這麼多的馬祖在上面 甚至還有廟裡面有二十六嗎 那我要去問世的時候 要不要主定要問幾嗎 要問五嗎還是數嗎還是大嗎 要不要去主定這樣子 這樣的問題其實蠻簡單的 因為馬祖廟裡面 他們有很多的馬祖 很多的神尊 包括馬祖廟裡面 也有出生涼涼 土地公 文昌地精 三官大地 好多好多 那你這些都是一起來 幫忙這個廟的主神 所以像我們八甘 吊天公 就是八甘媽 那這八甘媽的一聲就是 朝天公的代表主神 那這主神有這麼多的神 會來附駕他 幫忙他 就一起來辦事 所以你在問世的時候 主到的殿 到了大甲 就大甘媽 到了八甘 八甘媽祖 你就不要去主定惡麻糬 就不要去主定了 因為你不主定 通通會來做參謀 管理答案 他們有輪主的 有輪主 當然輪主的 你不用擔心 所有的神 包括土地公 包括祖神娘娘 這些其他神 太子都會來幫你 父爺都會來幫你 所以我們在拜拜的時候 不要去主定要問哪一個神 除非 除非你正殿裡面是馬子 或是土地公 那因為你問的問題 需要打仗的 因為這個言論可能需要 冠聖地軍 他就會主定你 你要問呢 他會問世的時候 還有笑悲 叫你去問另外一個神 因為他管轄 你直接去問他 除非他這樣 大致上 在一個正殿問就可以了 主神在前面問就可以了 好 這個也是要提醒我們 我曾經針對問題 跟馬祖交通 用拔杯來詢問他 好 像譬如說 我們拜的是四媽 四媽是教義的 提供智慧的 給人家解答諸行的 那 我要不要拜五媽 拜六媽 拜什麼 那 還是告訴人家 我就是拜四媽 因為我們的一德馬祖是 北港朝天宮四媽分靈 所以告訴人家 我是拜四媽 馬祖告訴我 你千萬千萬萬 不要教你是拜四媽 不可以講說拜四媽 一定要是說拜馬祖 當你拜馬祖的時候 拜馬祖的時候 六個媽都會來照顧你 六個媽都會照顧你 財務的 理財的 讓教你如何賺錢的 媽媽會來教你 做公關的媽媽會教你 打仗的媽媽 抓鬼的媽媽 會來幫助你 所以我們拜馬祖的人 千萬不要說 我是拜五媽 拜四媽 拜什麼 千萬不要這樣講 一定要說 我是拜馬祖的 我們常常講 我還常常講 我是拜四媽 因為最好 當然因為我們的主神信仰 是馬祖 我們其他所有神 借公 三太子 我們都拜 我們都拜 因為這些神在朝天公有太子 也什麼 基督有 都我們通通拜 因為我們去馬祖廟 不可能只是拜一個馬祖 一定很多的神我們都會拜 所以我們是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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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不要去說我是拜哪一個 馬祖的 拜北港馬祖 我是拜八三尊 我拜大家 我就是拜馬祖的 我們就是拜馬祖的 我們拜使民的 我們是有使民 我們尊敬天的 敬天的 敬天愛連是我們拜馬祖的 信徒的一個很重要的特色 敬天愛連 所以我們尊敬天 所有神聖賢 神我們都拜 而我們問世的時候 到這個馬祖廟 當然我們就拜馬祖 問馬祖 所以我們常常有 主神信仰是回到哪裡去拜 我們就知道 其他所有的廟也通通拜 所以有人說我們是雜神教 我們成年我們是雜神教 其實我們就很虔誠的敬天愛連 所有的神明 所有的火菩薩 我們都拜 所有全世界的宗教的教師 我們都尊敬 以上是顧問的回答 我們不是沒有恩者 我們是有恩者的 這宇宙是蒙明中 所有的神靈 其實都一個 就是老天爺 主的我們 學習 會不會疼愛我們 只要我們的向心 我們的心向上的敬天 愛人 他們都疼愛我們 所以到廟裡面去 不要去主定 我要拜哪一個馬祖 這是顧問的一個建議 看法 當然有不同的看法 當然不需要爭辯 因為宗教 讓自己也離苦得樂 快快樂樂 覺得這個觀念是對的 我們就接受 跟大家一起分享 感恩大家 謝謝大家 馬子慈悲 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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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大家